欢迎您收看11月11号的早安新唐人 我是李心晶 先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情况 今年东北风减弱 除了北部山区以及东半部 还是有些零星的雨势之外 其他地区都是晴岛多云的天气 各地早晚稍凉 北部及东北部温度回升 中南部白天的高温仍有28到29度 早出晚归的朋友要多留意温度的变化 带一起来看到国际媒体重要信息 首先来看到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报道 中共疑似破坏美国邮政管理局的电脑网络 今天是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报道 内吉利亚学校遭炸弹攻击数十位学生死的王 接着看到大卷时报纽约大都会版报道 6000名法轮功学员在台湾排出壮观图像 继续看到大卷时报台湾版报道 中韩前FTA台湾七大产业受冲击 我们稍后会有详细的报道 来看到日本朝日新闻报道 APEC日韩首脑首次会谈 早安新唐人首先带你来看到 历经两年半的谈判 韩国总统普警惠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 昨天在北京正式宣布 中韩自由贸易协定FTA实质谈判结束 两国的官员 预计在明年的年初将正式签署协定 经济部长杜子军昨天在北京表示 中韩签署FTA以后 对台湾的负面影响估计将会非常大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南韩总统普警惠 正式宣布中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达成共事 经历部评估 中韩FTA最快明年上半年生效 将对台湾产业造成重大冲击 未来的三到五年 如果我们的货品贸易还是不能够完成的话 冲击大概是2600亿到6500亿台币之间 目前南韩与台湾出口货品重叠率高达七成以上 中韩FTA生效后受惠于关税调降 韩国出口竞争力大幅提升 对台湾的钢铁工具机汽车面板石化 纺织玻璃等七大产业构成严重威胁 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能够尽快的争取 能够跟中国大陆完成双方的后平贸易协议谈判 以领袖代表身份出席北京APEC的前副总统肖万长 与习近平见面时提出打造升级版两岸经济关系架构 不过从习近平只称呼肖万长先生 对陆委会主委王玉琦更只说了句您好 立委质疑是刻意矮话 他们的阶级只是由国台办的副主任 完全是不对等的一个规格 然后只有要只准许肖万长从飞机的前舱下 其他人包括我们的陆委会主委 都只能从飞机的后舱门那边出击 这些来讲都是很刻意的要羞辱我们 我觉得其实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一个状况 也就是说对方其实不太把你表现 刻意的表现出冷淡 那我们还要用热脸去贴冷屁股 两岸关系经贸无法摆脱政治 政府急于用两岸经贸协议解套 反而把自己逼入胡同 我们现在必须要面对这个困境就是说 我们自己面对这个两岸经贸关系有很大很大的期间 那这个期间不能用一个单纯说 我们面对区域的压力 所以两岸必须要解决 台湾面临区域整合压力和即将到来的经贸战 如何应用冲击是一大考验 今天也在电视台湾台北综合报道 昨天美国总统欧巴马也搭乘专机抵达北京 预计将再展开欧协会 美方除了在北京召开TPP领袖会议 也提到了香港议题 另外习近平也在昨天中午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双方态度冷淡没有笑容 美国总统欧巴马今天上午抵达北京 出席亚太经济合作会议领袖峰会 并将在周三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后 继续飞往缅甸参加东亚峰会 外媒指出欧巴马透露 能够理解香港对中国来说是十分复杂的问题 但美国不能不关切人权议题 而美国最优先考量 就是香港民主示威能避免暴力冲突 另外由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领袖会议 今天也在美国驻华大使馆举行 专家认为美中在IPEC中 推动各自的贸易投资议程较劲意味浓厚 另外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出席了IPEC高峰会 并在今天与习近平举行将近半小时的双边会谈 这是两人上任后第一次举行的正式会谈 有人拿安息两人照片做文章认为气氛尴尬 会上双方都同意改善长期的对立关系 包括领土争议 区域竞争和过去历史的敏感问题 但并未做出具体问题的协议 新航亚太电视 张瑞珍编译 单领用100秒浏览重要的财经讯息 世界经济论坛最新的调查报告显示 收入不均和贫富差距恶化以及失业率增加 为全球经济明年所面临的二大挑战 国领袖若不解决25岁至34岁青年严重的失业问题 这是带孔面临经常性的失业状态 文资讯统计资料显示 中国142家上市房地产业者第三季的存货 高达2.3兆人民币 较去年同期的1.9兆大增21.1个百分点 分析师就警告 存货过高可能加剧房地产业者的钱荒酒精 朝鲜日报引述三星集团为居民干部报道 三星电子董事长李健熙的独生子李在荣 不太可能从副董事长升任为董事长 美联社先前就评论李在荣缺乏领导经验 台积电扩大后段封测布局 近期有意斥资数十亿元 收购高通台湾分公司龙坛厂作为先进封测的 生产据点 新厂人的电视整理报道 九环一选战逼近在台北市选情部分 最新的民调指出连盛文落后 柯文哲16.7个百分点 甚至国民党票仓松山地区两人的差距达到六成 不过昨天连盛文本人则是反问说 你相信吗 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 在党内中央委员面前替儿子助选 话说得很重 批评对手摆脱政党互然不虑 林家父子同场不同台 林站前脚刚走 林盛文接续进场 拜托大家帮忙拉票 民调数字不乐观 林盛文喊话要大家别受影响 不过媒体公布最新数据 来引票仓松山区 林盛文落后柯文哲差距达六成 这个松山区说我们制度10% 柯文哲70%这个你相信吗 我想这个跟我们在走在路上 跟我们在松山区的七成在行走 所得到的经验是完全不同的 至于柯文哲安排到大巨蛋 了解施工情况 没有戴安全帽 只能在工地围离外张望 碰巧隔壁就是国小 正逢下课时间 学童隔着栏杆争睹柯文哲 林盛文和柯文哲 因为柯文哲很帥 柯文哲 他超帅的 如果投票年龄往下修的话 会赢比较多 位在民调数字有利的一方 幕僚还评估 可以比连盛文多拿八十万票 引来连盛文批评有够骄傲 没有啦 那个我也觉得喊过头了 那个 那个 我讲过嘛 人家最大优势还没发挥呢 目前柯文哲的选举经费 已经募得八千多万 累积超过法定上限 柯振影也关闭募款账户 虽然民调位置优势 毕竟台北市国民党长期执政 最后结果还是得等选完才知道 新唐人演的电视 如天长柳自营 台湾台北报道 立法院财委会昨天考察 台北101经营状况 正式顶星爆发黑心油事件 顶星二董未应召 被逼辞去台北101副董事长 及总经理后 财委会首度考察101 被外界解读为宣誓主权 而立委质疑 顶星集团位于84楼的办公室 租金过低 对此101董事长宋文琦说 相较于其他楼层 顶星并没有特权 媒体关注下 立委来到101大楼 与董事长宋文琦会面 了解公司营运 特别是顶星 他的租金都没有比别人便宜 我只能说跟其他的 就是他上下的楼层来比 您的这个叫价已经到了4400块以上 那这个是在附近都没有的 另外有消息称 101大楼内陆期密度高 包括联想天师以及中国中钢集团 所属的中国经贸公司 还有入资方多软体公司猎豹 都引起立委关注 那有没有中资的一个商家 有 那不多 现在是15家 百分比只有6个不下 所以他不是很多 我们其实最多的还是外商 台北101经营权已经回归公股 宋文琦说 魏家退出不会冲击101营运 另外他建议魏家应该以原价 卖出101股份 目前中信金已经抛出 评估购买意愿 新唐人电视 吴仲涵张永如台湾台的报道 昨天一早在台股开盘前 香港证监会与中国证监会公布 已经准护港通 将在11月17号启动 香港股市开盘 隐身大涨 更多新闻焦点 休息一下 小安新唐人 我们马上回来 最欢乐的时光 最顶级的享受 满足长中青少佑 不同族群需求 亚洲最大海洋航行者号 房家购物大道 精品伶俐 市资百亿元打造 超过52项休闲活动 预定6月26 7月1日 7月4日 您一生中最极致的游轮之旅 山腹旅游 024493535 想拥有精心健康环保又美好的生活吗 摧取自远古生物化石 潮细微构造的硅藻土 可吸收调节湿气 是绝佳的室内壁材 日本最新科技专家指定使用 防潮房屋除臭抗火 节能又环保 健康住宅的专家 风雨国际 归早起居生活 法轮功大法 它是一个高德大法 不仅是我们的身体式的进化 我们的道德 这个灵魂都得到提升 法轮功非常的正 这是我第一个印象 它主要是 要我们做一个 是先他后我 无时无我 这样一个完全为别人的人 所以我觉得生命中 突然有希望 那真是那个好处带来的 没法有原则是什么的 法轮功大法 武伟科技集团 武伟科技集团 追求机制 领航全球 米食创意料理的大玩家 猪米厂将好吃的米饭变有趣咯 纯米制作 绵密Q弹 无肤质 好消化 少了热量 多了健康 米食料理的新选择 猪米厂 米食创意馆 电话 8862-2536-6662 最欢乐的时光 最顶级的享受 满足长中青少佑 不同族群需求 亚洲最大海洋航行证号 房家购物大道 精品伶俐 赤资百亿元打造 超过52项休闲活动 预定6月26 7月1日 7月4日 您一生中最极致的游轮之旅 山富旅游 024493535 欢迎回来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 9日才说 护港通很快就会开通 隔天也就是昨天 就传出将在下周一 17号上路 大纪元时报报导 护港通是中共总理李克强 有意引入外来资本 冲击中共权贵阶层阻力 倒逼改革的一项计划 在目前香港局势 依旧处于相持状态的形势下 习近平的表态 强势主推了李克强 倒逼改革的计划 曾是六四民运21位被通缉的学生领袖周锋锁在昨天接受我们的专访 谈到了之前亲身到了香港占领区的感触 他说八天七夜的香港行让他一起了25年前的六四 穿着香港学生送的黄伞黑衣刚结束香港占领区八天七夜的守候 六四学运领袖周锋锁直飞来台 心情难掩激动 我每天在那里就是觉得好像没有睡觉的世界 就是仅仅就跟他们在一起 我就已经非常高兴了 因为就是作为八九年的幸存者 就是我就时时想到那些死难者的一种嘱托 在这个时候他们最想的肯定还是就是 这种民主自由在这个年轻人身上得到实现 作为六四亲历者周锋锁格外注意到现场环保装置艺术 坦克炮筒里还插着一朵鲜花 代表生命的这个鲜花生命和希望 最终会战胜这个坦克所代表的这种暴力和暴政 在香港的环保坦克 街头立起的雨伞人标志 放民主墙的联农墙 周锋锁认为在民主自由的香港 学生思想更开放 对中共政权本质的认识 对和平非暴力抗争的方法及理想坚持 都比六四一代青年更前瞻 欣慰25年过去真民主精神 辛火相传 大部分人就是从小就参加这个纪念六四的活动 所以八九六四是对他们对政治认识的开始 那所以那种残酷并没有吓到他们 反过来他们被这种理想所激励 所以这的确是就是感觉是八九民运的这种火炬 在那里重新燃烧 那种感觉是非常的让我难忘 直言香港雨伞运动是中国的希望 周锋锁和黄之锋周永康等人对谈过后 希望香港青年世代抗争 能对未来中国大陆民主化起示范作用 独立有新鲜思想的年轻人 在二三十年以后会成为这些地方的主体 最重要的力量 而这个呢对于中国大陆的民主化 也会起到不可低估的影响 这是中国大陆将来最可取的一条 给从这种黑暗中间走向新生的一条路 所以我觉得大陆的这个民众都应该到那个地方去看看 秀出现场看到台湾隔海深渊资条 周锋锁机上香港竟然有序的公民参与 实现锋利发电的自习室透露长期抗战的决心 希望2014港澳台两岸三地青年抗共 再现中国民主曙光 新唐亚太电视高级伦张轩 台湾台北怎么到 接下来用一分钟带您快速浏览中国的重要信息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于11月9日上午 会见了参加iPad会议的港府特首梁振英 习近平对香港问题引用四中全会决定的说法 继续不对梁振英做出评价 而江泽民集团的要员 主管港澳事故的协调小组组长张德江 不见出席会议 香港战中运动已持续44天 高等法院今天延长禁止示威者 占据马路的临时禁制令 又授权警方拘捕违禁者 这意味着警方可以随时清场 最近美方情报人员表示 中共利用爱国情节 在海外招募大批中国留学生 进行低阶间谍活动 在海外大打间谍人海战术 中国又爆发奶制品有毒污染丑闻 山龙省商河县超过1万斤的原奶 被演出其中的致癌物黄麒毒素超标 警察是喂养乳牛的饲料出现问题 报道还称 已经有奶农将有毒鲜奶减价受向市场 新唐亚特电视整理报道 上周末有6000位来自台湾 以及其他国家的法轮功学员 齐聚台北自由广场 拍出庄严壮观的图案 吸引观光客以及媒体的瞩目 即使从2000年开始 法轮功学员就以巨型牌子 向外界展现法轮大法的殊胜与美好 自由广场前从高峰鼓吹下 巨大的女佛图案手持书籍转法轮 上方佛光普照与下方礼毅原名的字样 清楚可见 高达6000人以上的人员 依序入列排自静坐 笔画的呈现细节 色彩的区分丝毫不马骨 这看似简单的拼贴构图 其实事前准备工作早在半年前就已经开始 那我们这条线把它延伸好了 现场撞凉 牵制工程动员300人 但却要在短短三天之内 除了空间两侧 还必须确定轴线 图像的基点线样格线 自由源源铺上主体图像固定坐点 接近3000个节点的繁琐作业 远超外援想象 就是我们这个场地这么大 然后我们的主题是什么 然后我们中间要摆一些什么组图 这个就是按照实际的尺寸去把它画出来 包括每个点每个线它的位置 所以我们每一个坐垫的尺寸 位置都要把它顶出来 那今年的这个图形 难度比较大的是这个女佛的部分 你要排出它的神韵 然后那尤其是那个比例啦 然后从高空高度啦怎么拍 其实它都有影响 主办方表示 在前置过程中其实遭遇了相当多的困难 但最令人感动的是 法轮功学员彼此付出配合 短短的几天完成了这项剧作 未来也不排除考虑申请金氏世界纪录 从2000年开始 法轮功学员开始常识进行排字的动作 2008年 4000元在南投排出真善远及英文法轮大法 到了2009年 6000元整齐划衣排出法轮大法租籍赚法轮 2013年 6700位法轮功学员排出巨大的金色莲花 及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法相 每次的排字 图像越加变化也更加有难度 新唐亚来电视陈敬娇沈维彤 台湾台北报道 旅日棒球好手杨戴刚回到台湾了 下节早安新唐人 我们带你看到昨天杨戴刚接着会的现场情况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真正的笑容等待你来拥抱 我们有热情的生命力 惊喜的美食画舞的四季 台湾处处感动你 这是蝴蝶飞翔的美丽岛屿 亚洲之星在这里 感受属于你的跳动 台湾之星连你星 台湾 For Mosa The Heart of Asia The Time for Taiwan is now 台湾 For Mosa The Heart of Asia 台湾 常见的口腔疾病 主要是口腔卫生没做好 根据科技研究发现 椰壳的活性碳 具有强大的吸附分解能力 能减少牙菌般滋生 搭配汗药配方 缓解您口腔问题 本产品通过SGS重金属 及三绿砂检验 是天然活性碳 汗芳结芽粉的品质保证 也可活性碳 让您笑容在线 欢迎回来 根据美国职棒大联盟官网资深记者 鲍曼在个人推特上的最新消息 台湾旅美棒球好手王健民 已经和大联盟勇士队签下一纸小联盟合约 同时附带明年大联盟春讯邀约 这是王健民大联盟的第九个球季 历经杨基国民蓝鸟红人白袜的第六个球队 旅日球员杨戴刚返台连续三年获得日本职棒金手套奖 昨天在台北召开返台记者会 感谢球迷的支持 大家好我是杨戴刚 我回来台湾的 旅日棒球好手杨戴刚 今年在日本以全季仅一次的守备失误 0.996的守备率 连续第三年在日本拿下外野金手套奖 光荣返台 效率于北海道日本火腿都是对的杨戴刚 今年打出138只安打25只全雷打 打击率0.293 是个人生涯单季最多轰 搭配20次的盗壘成功 让他缔造全雷打和盗壘双20的记录 但是因为今年在赛季中受伤 中断了2011年以来的连续出赛记录 对连续出场比赛我是觉得 没办法就是受伤 只能接受 然后我觉得可惜的是 身为球队主力先发 不能每一场出场比赛 然后帮助球队 我觉得这很失职 面对棒球的态度严谨 目前会以先把所受的山羊好 为优先考量 希望能给球队带来更好的成绩 然后再打几年自己也不知道 对 就是每一年每一年进步 我觉得这个就够了对 期待认真努力的杨带刚 在2015年日本职棒不断的发光发热 在球场上继续冲造出精彩亮眼的成绩 新唐人亚台电视正义好黄庭峰台湾台北报道 接着看到今天11月11号星期二 有哪些重要的活动 首先看到十大政治阿把家族选票 结果公布记者会 雅虎奇摩111网络购物节正式起跑 台经院举办金门声社自由经济示范区之策略说明 以及世界杯21U棒球锦标赛中华队对意大利 现在带你来看到11月11号的天气预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上就是今天的早安新唐人 感谢收看再会